經常說抽到新居屋比綜合彩更好 不過你現在看到這條影片就更好 因為接下來這條影片我會告訴大家 究竟我們要怎樣入手做裝修 有什麼要留意的 好,來到大廳還有其他位置 我們要驗收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就是油漆 其實很多客人都問我 油漆怎樣驗?不可以嗎? 其實我想跟大家說 一般這些新居屋公屋單位的長身油漆 都一定不會靚到哪裏 可以看到其實有很多這些凹凸位 凹凸、沙眼 一塊一塊油的不均勻 是很合理、很正常的 因為其實它交扭給你 都是準之讓它油的順便OK 它不會說得很仔細 所以如果你要用一個全新的裝修標準 去驗一個新樓盤其實是很難的 所以如果都很建議客人 你裝修不如就剷掉它重新來過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客人會問我可不可以翻油上去 我們翻油上去 我們只會在表面散一散油上去 第一,這些凹凸孔 我們是修復不了 還有牆呢 其實你見不到它是有很多波浪的 可能有時候會彎出來 令到大土 或者有時候它會上邊凸出來 下邊凹下去 其實你不做橙底批灰 你是修正不到這個問題 所以如果你去做一個裝修 比較透徹的話 我也很建議你一進來這個單位 就做橙底批灰油漆 因為其實這件事你之後想做 很困難的 因為你已經入了傢俬 你在這裡住 你都不想搞到沙塵滾滾 而且有傢俬在這裡 我們很難炒很難油 所以最好就一進火 橙了一層油 重新批灰再做 那對你之後和現在 你都會覺得開心一點 基於剛才我們說到 油漆其實是不是都要 覺得橙是最好的話 其實都不用特意去執著 油漆驗修如何 到時裝修完 找你裝修工師裝修完 再慢慢驗去那些都不像 但我們進來 應該看什麼呢 我們應該看看它有沒有一些裂縫 譬如牆身有些很嚴重很粗的裂縫 譬如牆身中間有些裂縫 你可以看看那個是什麼問題 可以跟發展商說 第二就是看看窗邊有沒有入水 其實你應該留意窗邊 如果剛好那陣子下雨的話 你看看會不會有些滲水的痕跡 會不會有些剝落 其實這些就比較和發展商有關 可能是外牆有空股 或者是它做得不好等等 如果你說我真的沒有下雨 我想求證是怎樣 你可以跟發展商那邊 或者跟屋卷那邊說 我們要求做一個試水 當然試水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拿一條水喉噴外牆 看看會不會有水進來 但不是你貿貿然你想噴就噴 因為你樓下那麼多單位都會租殃 所以其實是要跟管理處那邊 夾一夾的 我們要做試水 可不可以叫樓下山窗 那我們再搏一條水喉噴外牆 看看會不會有水送進來等等 這個步驟我都很重要 但不用每次都做試水 只不過是你找到一些痕跡 懷疑它有漏水 我們可以做這個動作 去沉筋究底 看看它究竟是不是真的漏水了 好了 還有一些重要的環子要驗 就是驗一些槍 其實你可以驗一下把手 會不會很緊啊 會不會很鬆啊 那關槍正不正常 譬如是很順暢地刪到的 沒有特別的怪聲 還有一些膠 螺絲收得緊不緊 我搖一隻窗的膠會不會動 因為這些窗始終都很怕會掉到街上 所以其實應該進屋裡檢查這些東西 至於這隻窗上有沒有一些玻璃花痕 就看看你們能否找到 或者能否檢查到 如果有的都可以跟發展商那邊說 方則的話 其實很輕微的花痕 我都不太建議大家換 其實未必很覺眼 除非它很嚴重的整條巴在那裡 否則很輕微的花痕 其實日子內耳都不會很覺眼 那你去換它可能更加免失事 所以可以接受到的 我們就先接受它 除非很嚴重的花痕 或者你看到有個氣泡 如果看到有個氣泡 就不可以接受了 因為如果有個氣泡在那裡 其實是玻璃中間的beat point 它有時無緣無故打火狼月爆 就是因為它有氣泡 所以如果接了氣泡 就真的要出聲 花痕了一點就看大小 大家自己管閒 好了 其實我們在做這麼多Sun Girl公屋 其實我們比較投送的位置 就是這個冷氣窗 其實入屋卷的時候 可以看看你這個冷氣窗窗台的高度 不是說你的窗外出的高度 而是它外面真實可以放冷氣的高度 為什麼呢 這個冷氣的高度可以視乎 你放到什麼冷氣機 有時候我們有不同的戶型 可能有些是一房兩房 或者二至三文三文四文等等 其實有時候我們在廳想選一個房 可能這裡我們需要加多一部冷氣 一部冷氣是給這個房 一部冷氣是給另外一部那邊聽 有時候有很多客人會說 不如我安裝兩部冷氣 其實我不太建議 因為如果在這個窗台 要安裝兩部分體機是有點困難的 反而我可能會建議客人 會不會安裝一拖二的分體機 但是如果安裝一拖二的分體機 散熱器比較高 所以你要看看這裡安裝不安裝 能不能安裝 那客人也有說 我為什麼見到別人上網 安裝兩部冷氣是可以的 可以是可以的 不過因為這個台 其實這個尺寸 未必是讓你安裝兩部散熱 而且它的散熱效能會低 所以我也不太建議 所以可以請你的師傅 去看看我們這裡 可以安裝到什麼類型的冷氣 就留給他們處理了 但是這個位置 也挺影響我們設計的 所以我們這個房子 除了剛才電箱之外 第二個我會很專注的位置 就是看這個冷氣窗台的高度 如果想知道更多裝修的知識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我的小鈴鐺 有新片就不怕錯過了